好 安靜安靜 來 同學 那接下來我跟你說 課本翻到第11頁 哈囉 翻到何必11頁 這個11頁喔 來 這個同學你仔細看喔 11頁它是不是有個例題吧 同學 這個例題我要講 我們只要講例題 所以這個例題非常重要 來 這個例題給它五個讚 這是一個非常經典而且重要的問題 好 來 寫上去 好 那個例題八很重要 那個例題八很基本的一個問題 他說平面上有N條直線 其中兩條均不平行 三條均不共點 這句話畫起來 好 這句話他在講什麼也知道 然後這N條直線將這個平面 分割成AN的區域 那麼請你寫出這個數列的什麼 地鬼關係式 你懂他的意思嗎 那這個時候就很簡單啊 同學 你知道用觀察的有沒有 這個 來 我問同學一件事情 來 同學你看我這邊 哈囉 同學我問你 黑板是一個平面對不對 那如果我一條線的話 來 把這個黑板分割成幾個區域 兩個 對不對 兩個 所以你知道這個問題 比他的首項A1是多少 2啊 這樣可以嗎 A1是不是就2 然後如果今天是兩條線 來 你看喔 本來一條分割成兩個對不對 然後我再多一條 再多一條的話 同學 那這個時候 會比前面那一項 再多分割出幾個區域 兩個 兩個 所以來 他的第二項 A2 應該等了多少 這是4 那這個4其實就是首項A1 再加上多少 再加上2 你要用觀察的 去找出他前後項的關係 這樣可以嗎 好 那現在接下來喔 來 同學你看喔 加幾條 加幾條 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 我再多畫一條 那這第三條是這樣 我這樣畫過來 同學這第三條 他跟這兩條 總共有幾個焦點 兩個焦點 那這兩個焦點 是不是把這個第三條直線 把它分割成幾段 三段 同學 仔細聽喔 分割成三段 那這三段 是不是分別在 來 分別 比如說像多這一段 他是不是把這個區域 多分割出一個區域出來 你聽懂那個意思嗎 那這一段 是不是把這個區域 多分割出一塊出來 就多這一塊 多這一塊 還有怎麼樣 多這一塊 所以這個時候 同學你去觀察他的規律性 來 這個時候你就知道 你的A3 事實上是你的前項 A2 再加多少 再加3 小的我在寫什麼嗎 好 那我再問同學喔 這個時候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A4 A4他其實應該是A3 然後再加上多少 再加上4嘛 對不對 因為你這個第四條直線 跟這三條直線喔 是不是剛好 就是你就再劃過來 對不對 是不是會產生三個焦點 那三個焦點會把原來這個第四條直線 分割成一段 四段 所以你會再多四個區域出來 這樣子規律是不是就看出來 好 那看出這個規律之後 我跟你說 來 這個題目他要寫什麼東西喔 他要寫他的地回關係式嘛 所以現在我就不寫黑板喔 來就去看一下那個立體吧 他的Solution 這個Solution來 你仔細看喔 他說因為第N條直線 與前面的N-1條直線 會產生N-1個焦點 而這N-1個焦點 將第N條直線分成N段 而每一段又分別 將該段所在的區域分割成兩個區域 所以AN會比AN-1多出N個區域 就是剛才我在解釋的那個地方 所以同學你有沒有看到 他地位關係式寫出來 首項就是2 AN等於AN-1再加N 然後第二小題他問什麼 他問你第六項 對不對 這個數列的第六項 如果你有六條線的話 總共把它分割成幾個區域 他就從這個地位關係喔 是不是去把它討出來 聽懂我的意思嗎 老師 這樣地位關係 才會慢慢加加到第六項 好 來 你的意思是什麼 你的意思是說他的第二項 他要算哪一個 A6 課本的做法怎麼做 就是反正你知道那個立回關係嗎 然後慢慢去推對不對 那剛才陳皮豪其實問得很好 你知道為什麼他問得很好嗎 因為以前就有學生說 他說老師他問A6可以啦 才六條線嘛 反正我前幾項知道 稍微推一下就可以 他說老師那考試會不會出現下這種問題啊 比如說出個第三小題 比如說A多少 A200 哇靠 這麼狠 來 好 比如說A200 他說老師這太狂了吧 如果是A200 那我這個東西要做到什麼時候 我就要慢慢推 是不是不可能 好 那如果是這個問題的話 我想我可以來回應一下 除了這個題目 除了課本這種慢慢推的做法之外 其實你還要兩個選擇 來 你寫在你的課本上 寫上去 寫上去 我再教你其他的方法 課本的方法是慢慢推對不對 反正你知道第一項 第二項 第三項 那第四 第五 第六 就慢慢推就好 你知道第一個做法是什麼 來 這樣寫好 來 特學A1是多少 A1是2 來 然後A2 A2就是A1在怎麼樣 再加2 然後A3 A3是A2再加多少 加3 然後0點點 好 假設A多少 A 你不知道直接挑戰A6還是A200 A200 沒關係 來 A200 它其實是A的多少 199 199 再加多少 再加多少 200 200 對不對 好 這個我其實昨天沒有教 但是這個方法其實也蠻好用 這個叫2加法 什麼叫2加法 你把這個東西通通怎麼樣 就加起來 這個也加碼有個好處喔 而且加起來之後 你看喔 全部加起來 左邊是不是有個A1 等號的左邊是不是有個A1 右邊是不是有個A1 這個約掉嘛 是不是沒有 對不對 左邊有個A2 右邊有個A2 是不是也約掉 就一個約一個嘛 然後這裡A3A3 這裡有個A199 199約掉 有沒有 所以你左邊這一排加起來 右邊這一排加起來 該約的W方之後 左邊剩下誰 A200 沒錯 左邊就剩下A200 然後 右手邊就剩下誰 你就從這個2開始 2加上來 這裡是2加3 2加3 加4 加點點點 再加到哪裡 加到200 然後你只要去算這個傢伙 到底是多少 是不是就可以了 可是這裡還會遇到另外一個問題 遇到什麼問題 這個2加3加4加到200 這個加起來的結果是多少 這牽涉到另外一個問題 我先寫個key 因為我不知道你們到底以前 不是 以前不是有教過那種1加到100的等差級數 等差級數不錯 我喜歡有概念的國中生 來這個 1加2 我問一下 1加2加3 加點點點 你們知道 不要講加到100 加到N好不好 有沒有人知道這個結果是多少 N加1 這個 這個不知道是誰 這個不知道是誰 不知道是誰沒關係 以前國中老師在講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是不是會用一個很有名的數學家當例子 小時候 高師 高師 這個不知道是誰丟 那我們就令這個叫做誰 叫S 對不對 高師他很聰明 高師他怎麼樣呢 他就把這個S 等於1加到N 高師就把他怎麼樣 不好意思 這邊就是N 加上什麼 這是N-1 加0... 加到這裡是誰 1 然後他就把這兩個怎麼樣 對不起 他就把這兩個相加 所以相加之後 S加S是幾個S 2S 然後N加1 所以這邊是不是N加1 然後N-1加2 這裡是不是也是N加1 然後再加點點點 然後這裡是不是也是誰 也是N加1 好 來 高師大問你 這裡有幾個N加1相加 N個N加1 所以就是N倍的什麼 N加1 有沒有 你再把這個2怎麼樣 除過來 所以你的S 就等於多長 2分之N 再值得上多長 N加1 有沒有 所以有些國中生 他其實有背這個結果 他知道說1加2加3 一直加到N的時候 這個結果叫做誰 其實這個結果裡面 應該現在就可以把它記下來 2分之N 乘上多長 N加1 好 N加A1 不一定第一個 2分之N 乘上N加1 沒有 就從1加到N 所以像這個題目 而且他從2加3加4加到200 那其實你就是N代多長 N代200 只是說你這裡要撥一個1給他 你聽懂我意思嗎 讓他從1加到200這樣 這代國中有學過 有 有啦 有點概念對不對 OK喔 好 欸 我這裡講第一個處理方式 然後 我希望看會不會要再講一個 來 譬如說 我之前在2班 我應該在2班講 來 第二個處理方式 第二個處理方式怎麼做 修行 什麼修行 來我教你啦 他第一項是誰 第一項是2嗎 來這個數列第二項是誰 第二項是4 對不對 然後第三項是誰 8 7 7吧 然後第四項是誰 第四項不是11嗎 然後點點點對不對 對不對 我之前應該在2班 有稍微教一個方法 來我問一下洪偉 洪偉 洪偉睡著了 洪偉已經空氣了 洪偉已經空氣了 洪偉自己不知道在忙什麼 我教你 來後面幾 前面這個是2 這個是多少 3 這個是4 對不對 然後這裡是1 這裡是1 對不對 其實教這種方法 我怕害到你 不過沒關係 來這個喔 來這個喔 這個喔 我告訴你喔 很快可以寫出這個數列的一般項 來這個數列的第N項 你知道是誰嗎 就是這個2 再加兩倍的 來你知道乘以誰嗎 N-1 然後再加上這個是1倍的 來這個是N-1 再乘N-2 再除幾階層 再除二階層 我跟你講就直接寫出來 你N帶200 他就N帶200 帶進去就拿了 你N要1000 帶進去就拿了 就這樣子 不愧 老師二階層是3 你說什麼 那個是哪個要放哪裡啊 哪裡哪裡 221是哪個2要放哪個1啊 什麼叫 就第一個2 第一個2在這裡 第二個2乘上N-1 然後這個1乘上N-1乘N-2除以2階 2階就是2乘1 N-1乘N-2是固定的嗎 是固定的 其實這個在我們之後的排列組合裡面 我告訴你 我們在第二章學到那個排列組合 我們不會寫這麼複雜 這個東西是誰 你知道嗎 這個排列組合的寫法叫做CN-1乘N-2 排列組合就直接用這個符號來表示 這個傢伙 你可以先寫沒關係 因為將來你筆記寫完 有一天你可能可以回來看 就是來這個是C多少 N-1乘N-1 這個方法不會沒有關係 這個方法有點超越你現在的程度 你可以先寫下來 比如說你看6 比如說我算6給你看 你要算第6項對不對 那就6帶進去啊 所以就2加上6-1是5嘛 5乘2是10嘛 然後6帶進去 這是5嘛乘4嘛 20除以2所以是10 所以A6答案一定是多少 22 好百分之8 休息 來不要休息喔 來同學現在做一題喔 我跟你講做一題 這一題你會今天其實也差不多了 我跟你講明天我要講數學貴娜法 請你看到11頁下面那一題隨堂練習 這個隨堂練習請同學給他三個讚 我給你5分鐘 你做這一題 這一題要會喔 好等一下這一題我要講 11頁下面有個隨堂練習 這個隨堂練習我們一起看一下題目可以嗎 好一起看一下 他說將所有的正整數按照順序排列如右圖所示 他這個題目是這樣 他說第一列是1 第二列是234 第三列56789 那後面那一列都比前面那一列增加兩個數字 依此類推 an這個數列是指中間那個藍色的有沒有 他把中間那一行數字把它全部抓出來 所形成一個數列 137先邊挖個的有沒有 來一樣問兩個問題 第一個寫出這個數列的第一個關係 第二個找出這個數列的第六項是誰 好來試試看 這邊裡面做的收據都一樣 來你試試看先 你試試看先 你知道如果是普通班的同學嗎 他們通常很多人只會說第二題 然後那個A160你知道他會怎麼做嗎 他會把那個篩調題一直不斷的寫出來 然後就找到第六個數字 他會這樣子 就是慢慢長 就普通班同學比較對就是 就是這樣子 就圖法列剛的方式 那當然我們第一個就是要先找出他的規律 這個數列 他的規律是怎麼樣子 這個數列的第一項喔 首項是1喔 那第二項是3喔 第三項是7 來第四項是多少 十三項 然後連接電 去跟一下 出版的 這兩項是1號 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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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號 4號 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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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过一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你降階降到你最後一台數字都一樣 它只要被注視的數字又恐怖是後面的表面 要看情況 因為有時候你降到第二次的時候是這個 那你可能後面的數字比較多 那這個問題既然有 就你都可以彈 你是不是表面上看到沒有實在 不是表面齁 這個不出所料 同學這一題一定會寫的比較沒有那麼理想一點點 但是沒有關係 這個其實同學我示範一次給你看 來看我這邊哈囉哈囉 其實我還欠同學一題習座 昨天答應同學要講 這個可能要等明天 沒有關係 來同學首項是1 第二項是3 我們要找地圖的關係就是 我們高中就是大概都找前後兩項 或前後三項之類的 那A2等於3同學你告訴我 它其實就是A1在怎麼樣 A1加多少 2喔 對不對 觀察規律嘛 然後同學這個A3等於7 那A3其實就是 就是A2再加多少 再加4嘛 對不對 然後A4等於13 這個A4其實就是A3 0再加多少 13跟7差多少 6 所以這個時候同學你告訴我 這個AN喔 這個要點什麼 AN喔 分-1 好 那關鍵在哪裡呢 我發現學生寫的比較不好的是什麼 就這裡啊 你這裡會不會寫啊 你這裡會寫其實就結束了 對不對 來同學那你觀察這個數字啊 這是不是2 這是4 這是6 對不對 你告訴我這個數字 它是一個 什麼什麼概念 等差 它是不是公差是2 對不對 所以同學公差是2 你告訴我 這是 你們知道這邊要寫什麼 同學 這個 它每增加1的時候一次是不是就跳2 一次就跳2 所以這邊一定會有個2什麼 2N對不對 可以嗎 而每增加1它一次是不是就跳2 然後這裡的話我看喔 用誰來看呢 譬如說 來我們 N如果帶2的話 小學你看 N如果帶2 這裡2乘2是4嘛 那4你告訴我 可是這裡是2 所以後面只要再怎樣就好 再-2就好 括號2-1 可以啊 2提出來括號N-1嘛 直筆也可以 所以其實你稍微觀察一下 你應該就看得出來 這個地方要寫2N-2 所以小學他第一題他問什麼 他問你說 他第一回的關係是嗎 他第一回的關係是 你考試就寫清楚 第一回的關係是 要把它初始條件 首項A1等於多少 1 然後前後兩項的關係 AN會等於A的N-1 再加上 你說把2提出來 可以啊 N-1 然後這個N大於等於多少 2 就這樣結束了 了解我們在講什麼嗎 就這樣 第二題問什麼 第二題問A6 那A6就看你要怎麼寫 就隨便你 看你要 對答案是31 第六個圖 這個中間那個數字是31 比較圖法練剛好方法 就真的把這個三角形就慢慢寫 這比較那個一點 26加36 那 哪裡 那個 A6 喔A6怎麼樣 26加36 除6 那為什麼會除6 這個哪一樣 因為你看一下 第二排是不是 那個A2 第二排 我發現每一排的尾數都是N平方 每一排都尾數 你看那個三角形 14-1 你說這個三角形怎麼樣 哪一個尾數就是N平方 尾數 你是說不要講尾數啦 講最後一個數字 你說這個是1平方吧 這個是2平方 這個是3平方 4平方 沒錯啊 有這個規律 所以很明顯 第六項是尾 最後一個是36 然後第六項是26 所以你把它相加等差中項 等差中項 所以相加數於2 不錯啊 觀察規律就是這麼一回事 那當然 同學我必須說啦 這個不要講說A6 其實你考試要求A100 是不是也可以 是 對不對 那你要求這些東西 你的手段當然就很多嘛 就成如剛才 譬如說像屁瑤講的 他看出某一些規律 可以很快找出來 那有些人是透過這個地位關係 慢慢去推 對不對 那當然也可以用 我們剛才教的什麼 哪加法 你是不是可以把它 譬如說 同學我問你喔 如果這裡是我要求A100 對不對 這個N如果是100 那這個就是A的多少 99 那這個就是100乘2就是200 200-2是198 然後接下來我就用什麼方法 累加法 我就把它通通怎麼樣 加起來嘛 是不是也可以 那如果用累加法的話 你看 這個A1A1是不是 A2A2是不是就可以消掉 然後你只要最後留下這個AN 然後把這些數字加起來 是不是就可以算出來 累加法是不是OK 累加法是不是OK 累加法在講什麼 累加法在講什麼 知不知道啦 累加法 你懂得懂 好 那是不是也可以用這個方法 哈囉 看我這邊 這個方法也可以用 行喔 方法很多喔 OK 好 那謝謝侯伯委 今天喔 就到這裡